早上起来要做什么啊? 摔牙 洗脸 整面背 还有要听 圣经好好听 大家好,又到我们读经的时间咯 今天呢我们来看到 《出埃及记》第34章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你要凿出两块石板 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 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 明日早晨 你要预备好了 上西奈山 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 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 遍山都不可有人 在山根也不可叫羊群牛群吃草 摩西就凿出两块石板 和先前的一样清晨起来 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奈山去 手里拿着两块石板 耶和华在云中降临 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 宣告耶和华的名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 耶和华 耶和华是有联名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 赦免罪孽 过半和罪恶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必追讨他的罪 自父及子 直到三四代 摩西急忙扶地下拜 说 主啊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 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 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 以我们为你的产业 耶和华说 我要立约 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 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 在你思维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 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 我今天所吩咐你的 你要谨守 我要从你面前撵出 亚摩利人 迦南人 赫人 比利喜人 西魏人 耶布斯人 你要谨慎 你要谨慎 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 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 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 打碎他们的住相 砍下他们的木偶 不可敬拜别神 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 名为祭邪者 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 百姓随从他们的神 就行邪淫 祭祀他们的神 有人叫你 你便吃他的祭物 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 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 就行邪淫 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 行邪淫 不可谓自己制造神像 你要守除孝节 照我所吩咐你的 在雅比月内所定的日期 吃无效饼七天 因为你是这雅比月内出了埃及 凡投生的都是我的 一切深处投生的 无论是牛是羊 公的都是我的 投生的驴要用羊羔带熟 若不带熟就要打折它的景象 凡投生的儿子都要熟出来 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 你六日要做工 第七日要安息 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 在收割出熟麦子的时候 要守七七节 又在年底要守收藏节 你们一切南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我要从你面前赶出外邦人 扩张你的境界 你一年三次上去朝见耶和华 你神的时候 必没有人贪慕你的地图 你不可将我祭物的血和有效的北一同献上 逾越节的祭物也不可留到早晨 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 你神的殿 不可用山羊羔慕的奶煮山羊羔 耶和华所吩咐摩西说 你要将这些话写上 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 摩西在耶和华那里四十昼夜 也不吃饭也不喝水 耶和华将这约的话 就是十条界 写在两块板上 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 下西奈山的时候 不知道自己的面皮 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 亚伦和以色列众人 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 就怕挨尽他 摩西叫他们来 于是亚伦和会众的官长都到他那里去 摩西就与他们说话 随后以色列众人都进前来 他就把耶和华在西奈山 与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 摩西与他们说完了话就用帕子蒙上脸 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 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 与他说话就接去帕子 集至出来的时候 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 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 等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 就接去帕子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下次还跟我们一起读圣经哦 拜拜